滴滴司机直播性侵事件 法医学专家质疑药物真实性 像惊雷一样在网络上传播 滴滴司机直播性侵 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主要是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性侵本来就是犯罪 是让人所憎恨的 然后现在竟然还要直播性侵 这简直就是拿法律当儿戏 所以该事件一经报道 所有人都怒了 对于这件事 相关的法医专家也发生了 法医专家表示从视频上面来看 这位男子的用药量是非常小的 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就有了效果 这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 因为药物要达到一个极高的毒性 才能在这么小的量上让人昏迷 并且受害者还只是昏迷 并没有出现呕吐的情况 所以法医专家认为 这样的毒物是不存在的 在法医专家质疑药物真实性之后 网友更是要求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 不管是摆拍还是真的 这件事的影响都非常恶劣 更是会让女性感到不安 其实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警方在调查出结果之后肯定会发布通告 所以大家耐心等待警方的通告就行 不过这件事的背后却是直播平台的不严谨